好了 我们下面来学习预级综合证 预级综合证也WPW综合证 有时候这个阳文出现 你不知道这个阳文是什么意思 也没办法作答 所以大家注意了 叫做WPW综合证 好了 我们首先看它的概述 什么叫WPW综合证 预级综合证 是新年头成预级表现 什么叫新年头成预级表现 说个大白话 就是心动过证 预级综合证表现就是心动过证 所以它的主要表现就是心动过证 一般人的表现也是心动过证 那么新年头预级表现也就是心动过证 在心动过证的基础上出现了一个什么 第二它不 这一回我要跟他讲的 这就是它的大白话 所以一个人 突然出现那种心动过证的表现 这就是我们说预级综合证 好 预级综合证在任何年龄都会发现 男人比较多 在正常人形中 你这种正常人形中进行普查 那么还有预级综合证病例 并不少见 千分之1.5 百分之1.5 你说不多呀 多呀 我替天呐 整个中国你想想十几亿人口 它百分之0.15的人 有预级综合证 你说我们中国人有多少预级综合证呢 他上不了医院看病不上 证华业化妆的时候没症状 他不上医院 偶尔有一个症状 上医院做个新年头 没什么大事 回去吧回去观察吧 都是这样 所以这叫预级综合证 预级综合证理 病例特点是什么 他解释你特点是什么 其上他就是一个坑特处 什么意思 我们正常的时候 大家看看 正常人都是什么 斗方节 经过节线术 传达了方式交接 然后经过西式处 左手指右手指 他不给你纤维 这样一个传达过程 这个传达过程 我刚才已经跟他说了 这是正常的传达过程 也就是这个传达过程 是个正常的传达过程 相当于我们高速公路 但是有些人 他不想走高速公路 他想超近路 怎么样 我在这什么斗方节 和黄石交接的地方 两个节嘛 一个是斗方节 一个是黄石交接 两个节之间 我不做这个高速公路 我超一条近路 搞一条坑特处 一来扬长小道 我就这一个人跑 由于我超的近道 你想一想 我这个速度就很快 所以坑特处 叫做方式旁路 这坑特处 就是方式旁路 就是在斗方节 和黄石交接的地方 开来的阳长小道 比你高速公路还快 这就是我们说 不走正道 走歪门邪道的 这就是副传达处 这叫坑特处 假如这么的外面系统 这种传达的 当然它超的近道 比你正常的心率要快 所以它就会表现 心动恶素 所以这就是WPW 预计中和这里 解剖学技术 就是成的这个传达组 由于你成的这个传达组 那么最关心的检查 干什么 电视力学检查 我就把这个异常的传达组 找出来不就行了吗 是不是 用电视力检查 那么最关心的资料呢 我说不定就把你这个 异常的传达组 给干掉 消融掉 视频消融消融掉 那你不是解除了 所以大家假如理解了 这个解剖学知识 那么你就把它的 发明机制也搞清楚了 把它的检查方法也搞清楚了 把它的资料方法也搞清楚了 是不是 这就是我们跟大家说说的 好了除了这个 两个节之间 豆黄节和黄石交接 这两个节之间 有这种扬长小道之外 那么在访息 西四处之间 也有这种扬长小道 房 房四交接 西呢 西四处 所以在豆黄节和西四处之间 也有这种扬长小道 那么叫做接门四处 还有这种在这分支式显微呢 在这种什么 房四交接这种分支 到新四支配的 作为数字之间 有这种扬长小道 叫做什么 分支式显微 所以都可以有 大家只要记一个就行了 靠四处 一般来说就靠你这个坑德处 当然你们都没考到过 这个职业也是考到过啊 坑德处就去考这个东西 好了 接门的时候啊 慢着接门啊 这东西很少考 所以大家知道 知道理解一下啊 就是我们不走着这个 正常的 心脏的传达系统 这个高速功能 我就走着一个 阳长小道 所谓的快 因此化成心动过速 这理解这个东西 用大板化理解了 大家就去懂了啊 好了我们再来看看 临床表现 临床原因第一个是没有症状 因为我们1.5% 0.15的病人都会有 这人群中都会有 这种预计 那么有没有症状 大多数人都没有症状 所以很多人 只有预计本身 没有症状 那么有些人表现 会显著性的心动过速 那么这种心动过速 在所有啊 大家注意 黄氏折化系心动过速 你看 在所有心动过速 这种80% 所以这是最常见的 临床表现内心 就是黄氏折化系心动过速 你比如说我们 时常心动过速 防碳大约占15% 到30% 防瀑炸也占5% 所以都是这种 心动过速的表现 其中由黄氏折化系 心动过速最常见 恶化的表现 这种防止 这款心动过速防碳 可以恶化为死碳 充饮心酸 滴血压 心愿休克 最后到病人死亡 所以这就是 我们所说的临床表现 所以临床表现 你记不住 记住 这种病人 也会超了心动 所以心跳比较快 他就是个心动过速 OK了 完了 是不是 好了 那么辅助研查辅助研查 第一个是心电图 心电图主要表现 为刚才我说了 主要表现为心动过速 由于心动过速 所以RR线就比较大 最大的一个特点 跟大家什么相当相反的 就是德尔塔波 我刚才说了 就是德尔塔波 KR这种病人的KR这波 其实会比较 顿 出顿 那么我们叫德尔塔波 你看看 所谓出顿就是弯下来了 这个是什么 这弯下来了 大家看看 这个德尔塔波就是弯下来了 所以弯下来了 这个地方深一点 那么这叫德尔塔波 所以他最大的特点 就是这个特点了 其他没有什么 跟你的心电 跟你的心动过速 是一个样 那么这里心电图 对他的一个 辅助证单价值 但是最有意义的 我刚才说了 就是通过在电视力检查 找到这个坑德处 找到一个防止防止 所以最有意义的检查 应该是电视力检查 不要打心电图 心电图是一种普通的检查 因为心电图主要就表现为 心动过速 那么没有多大临床意义 好了 你一年就考了这个死体 大家看 下来哪项 在诊弹预计中和证 最有价值 哪项最有价值 电视力检查吗 就找出这个坑德处方 我刚才说了 是不是 这是最有意义的检查 因此 代相为低 就OK了 是不是 好了 我们再来继续看 治疗 治疗 刚才我说了 这种预计中和证 主要就是心动过速 所以它治疗 那么就是主要治疗 防止止换心动过速 然后呢 当然了 所以心理脂肪的治疗 都必须治疗 它的总规则 叫做什么 无症状 不治疗 有症状 有药物 底下也要点击 总是要争取这个 所有心理脂肪的治疗 主原则 好了 为了治疗 这个主原则 大家看 无症状 要不要治疗 没有治疗 无症状 无需要治疗 所以虽然是 有止换心动过速 假如没有症状 不重 不需要治疗 假如有滑着性 防止止换心动过速 就是防止止换心动过速 里面的死传说很重 那怎么办 就跟那个死传的 心动过速一个样 在治疗 怎么治疗 对于死传的心动过速 首先就吃一密度神尼 密度神尼有效的 种植化作的 OK了 假如密度神尼没效的 首先 现干 又出来了 首先现干 现干没效的 用维拉帕米 大家注意 进用洋地坊 不要有洋地坊 我们跟大家说了 洋地坊 进用意 预计中和证 和病黄产 不是给大家说了吗 我这洋地坊的应用 心里帅气 那个地方 讲禁忌诊 不跟他讲了吗 洋地坊 进用意 预计中和证 被黄产 为什么不能用预计中和证患者 跟大家说了 因为洋地坊 可以缩短 这个房子旁路 就是坑得住的不应期 并且是心率加快 由于你是这个不应期缩短了 房子旁路的不应期缩短了 当然心率要加快 本来我这个病人 预计中和证 就是心动过速 你还要我加快心率 那不是要我的命呢 所以 禁用洋地坊 因此的WP 也打不得中和证 预计中和证病人 禁用洋地坊 就这个道理 所以这个在考试中间 接上涉及到写体过程 实在道 我跟大家用 谎验识之地表示 好了 对于用防扑防缠 并且有低血液的患者 低血液的患者 那么就是低血液用电机 所以对于防扑防缠 导致低血液 有选择动力的障碍 那么一定是首显 电阻 电阻力 那么可以 药物之间可以用 延长防止防止 不应期的药物 你心率快吗 我把你防止防止 你不应期给延长 那么你心率就解慢了 哪些药物 普通卡伊线安 普通话筒 就是EA的药物 和EA的药物 EA的药物 普通卡伊线安 EA的药物 普通话筒 都可以延长防止防止 不应期 但是 禁用 怎么样啊 EA的药物 为什么禁用 EA的药物 因为它能够 加快防缠 防止的新死率 本来我这个病人 防扑防缠 就心率快了 你还能够 加快我的心率 那不是要我的命 所以这是个禁用 EA的药物 大家注意 两个地方有没有 不要跟他分了 大家看 假如这个病人 是史上一心动过速 当心安无效的时候 可以用微拉派米 但是 加这个病人 是防扑防缠 禁用微拉派米 所以 微拉派米 可以用于什么 史上一心动过速 但是 绝对不能用于 防扑防缠 但预计中和这番者 所以大家注意 再注意 这就是考试中间 经常出这种东西 你稍微不注意 这就错掉了 尤其是 EA的药物 考大家 大家最勇于错 这种东西 出个题目 所以上个道 大家一定要注意 再注意 好了跟之 刚才我说了 最有异力检查 就是电视力检查 电视力检查就是要把这个坑特柱给找出来 然后把这个坑特柱给干掉 用道观笑容 所以它根除治疗 是首显的是道观笑容 就可以单根 预计划划作 大家注意 平时没有尊专的时候 那么不需要预划 那么假如经常划作 可以用 降低心理的药物 你比如说 被它是立足之一 维拉帕米 普罗帕铜 按电筒 来进行预划 这就是它的资料 这个资料 考过很多次 这一字也考 你们也考 希望大家引起注意 好了 大家看看99年这个实例 预计中和症 必划 快速黄缠的资料 哪些是正确的 哪些正确的 答案A 假如预计中和症 半黄缠的 半黄缠 这个病人又低血压 那么要用电剂 要用电副率 说A正确 好 笔箱呢 普罗帕铜 在预计中和症 半黄缠的病人 可以用 以色列药物 刚才我说了 普罗帕铜 也可以有 以色列药物 普罗帕铜 但是 能不能用 微辣发米 不能用微辣发米 为什么 刚才我已经说了 因为它能够 加快新死率 我本来 黄缠的病人 新死率一块 那么 你还能让我 加快新死率 那不是要我的命 所以 不能用 微辣发米 那么可以选用 暗点筒呢 是不是 北新药 新冬果树的病人 可以写用暗点筒 暗点筒 是个万能狗皮膏药 所以ABC 都可以用 那么底下 不能用 所以正确答案是ABC 所以你看看 像这种题 本来就难做 你稍微 哪个地方 记不清楚 我们刚才讲的这些资料 这种题目 你就错掉了 所以像这种题目 信息量很大 和引用于出错 大家在做的过程中 一定要细心 再细心 那么 当然了 做的这个题目 你就会学到很多知识点 是不是